我今天講的事 江蘇省香港榮譽會長 就是街坊會會長隨時自擊 大家在這裡 你封我 我封你而已 是沒有實行的 如果你要講林鄭月娥這次怎麼衰的話呢? 為什麼會連政協都沒有份呢? 我就講給大家聽了 林鄭月娥就是2019年推出那個逃犯條例 這件事令到中央很尷尬 支持你又不是 不支持你又不是 這個逃犯條例林鄭月娥完全違反了《基本法》 因為《基本法》規定中香港的國防外交 就由這個中央處理 你為了逃犯條例 難道美國有一個逃犯來 你直接跟美國交涉嗎? 你有這樣的權嗎? 你修訂了這個法律 就是你直接把那個逃犯交給美國 其實應該把那個逃犯交給北京 有北京跟美國怎樣聯繫 怎樣把那個逃犯交給他嗎? 你為了拆鞋 哇 他為什麼要有一個逃犯條例呢? 他為了拆鞋嘛 因為陳同佳這件案 這件案呢 令到陳 因為中國跟台灣的關係呢 陳同佳就撿了一輩子一輩子都不用坐牢 什麼事都不用負刑事責任 因為如果台灣由香港接收你陳同佳 就把台灣自己貶低自己的身份 就是說省和省之間 把逃犯這樣移交而已 變成了台灣成為中國省的一部分 所以台灣不肯接收 所以大家經常說 台灣為什麼不接收陳同佳 怎麼接收呢? 這樣的手續是不清不楚 當然是不接收的 除非你由北京 將陳同佳轉到北京 由北京政府和台灣政府來交涉 北京又不行 因為你這樣就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 這樣令到中央很尷尬 所以在逃犯條例之後呢 中央就連什麼位都不給你 你下台他還以為自己有得連任 他以為自己是好打的 怎麼樣? 你犯了個死忌在那裡 你測錯鞋子 下錯鞋子 完全沒有用的 給街坊會會長你做 那你有什麼用呢? 這個民間嘛 完全是全部都是由政府 政府承認那個才是真的就是你入流了 我們再講一下 大家 你們知不知道 這個47人案 究竟合不合法呢? 這個47人案 就是他們是根據《基本法》 賦給他們的權力 《基本法》的50條是說什麼呢? 50條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 如果立法會議員是用來監視政府的 如果政府的那些政策對香港市民不利 而且又令市民對他失了信心的時候 那麼立法會議員呢 就可以依照《基本法》的50條規定 當這50條怎麼規定呢? 就說每年的預算案 3月份 就向立法會提出 這樣提出之後 那裡怎麼規定呢? 如果大家議員 加上對這個政府不滿 就否決了這個預算案 否決了這個預算案 特首呢 按照那條法律規定呢 特首就要解散立法會 重選 因為他因為立法律的時候就想一下 喂 這一幫選了這一幫壞人 不和政府合作 可以重選啦 如果重選後的立法會議員 都是因為民意的關係 你做得很差 第二次選舉都是民主派 泛民佔優勢的嘛 如果泛民佔優勢以大多數來否決 第二次的那個預算案呢 這樣政府就要下台了 就說 不是說你選了一次特首 是沒有人監視你的 證人民是有權監視你的 立法會議員 不是像現在這樣的 什麼都我們愛國為止 不是愛國 立法會用來監視政府 報紙用來監視政府 不是什麼都一面倒的聲音 什麼都看不到的喔 這樣 就現在呢 就因為這個 啊 我們那個大什麼啊 我忘記了 這樣呢 他就提出一下 喂 我們35加1啦 那35呢 就是半數 35加1呢 就是多一個就大多數了 那如果那個政府做得很差 我們就可以 我們大家夾著 來否決政府的預算案 因為我們做得好 再當選的時候 我們一定又會再選出來的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有什麼問題啊 這個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付給我們香港市民的議員 你監視政府的權力喔 喂 今天你說你想來到 大家35加1來選 喂 這樣這個是 然後利用這條法律來 來到要不無能的政府下台 喂 這個已經全國人大常委就是說 你不是選了出來之後 你可以互作互為的 還有一個立法會用這條條例來監視你的喔 今天 你在這個法庭告45天 我覺得 我自己都不明白的 我是法律出身的 我讀法律系的 我讀憲法的 我都不明白了 如果你要告 你就應該要告人大常委 人大全國人大代表啊 他定了這個法律 原來是非法的 全國人大代表所定的法律 是非法 是有違反國安法的 這樣 你就要告人大全國人大代表了 而且啊 在中國來說 法律是一層一層的 不是好像現在 我們啊 譚耀宗啊 那些在那裡 梁美芬啊 那些在那裡亂講法律的 他還是你 是成大的法律教授 喂 你有什麼資格講法律啊? 經常說修改《基本法》 來到 由人大常委去修改《基本法》 讓黎智英不可以請外國大律師 哇 我聽完之後 掩著他的嘴巴來笑 你 人大常委 是下一級的立法機構 第一級 全國最第一級 就是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定立的法律 第二級 就是當全國人大代表在一會的時候 你可以補充解釋這條法律 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67條 人大常委的職能 就寫得很明白的 人大常委 只能夠解釋立法的原言 不能修改全國人民所定立的法律 喂 這個 所以《國安法》 我一直就說它是非法的 因為大家要想一下 這個《國安法》 全國人大代表已經訂立了香港《國安法》 由本地立法 非人大常委立法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你所立的法律是非法的 另外 現在的《國安法》是完全是違背了《國安法》第16條 《國安法》第16條怎麼說呢? 所有犯《國安法》的人有四種是犯《國安法》 其餘都是用香港的法律來審判 當未審判之前 依然是執行長香港現行的法律 在香港 好像它說的就是法律 它好像以前的皇帝 朕說的就是法律 就是律法 我 君要神使 神不能不使 父要子忘 子不能不忘 這樣的封建時代 籠罩著整個香港社會 香港社會 香港以前叫做法律 自知都 在世界是有名的 今天從跌到39位 為政者有沒有慚愧呢? 還在執行著柯法 執行了不合法的法律審訊 它簡直是令人 令我們香港人很蒙羞的 為什麼 大家又要想一下 為什麼這個政府要不讓黎智英 請外國大律師來辯護呢? 反正整個法庭你都控制了 你請外國大律師有什麼問題? 問題在這裡 大家要明白 當這次審訊的時候 如果因為這個 黎智英請英國大狀 打了很多在英國 在世界打了很多人權法 打了很多國安法 它是很有經驗的 它會在法庭上指出 這一條違反了人權法 這一條是違反了什麼法? 它全部都說出來 雖然你那幾個九官 會不會聽它說 還是我認為不對? 我認為政府覺得是對的 但是你不要不知道 當你怎樣判法 你都要有判詞出來 這個時候就糟糕了 那個判詞是公開給全世界人看的 全世界就說 這個官是說什麼?在發夢啊 即是所有的官 就好像上次的法庭 一個女性的那個警察 去侵犯這個女性的空暴 那個法官說她用女性的空暴 去襲擊警察來判她坐牢 好像傑斯 她說她籌備經費 去幫助香港人去台灣讀書 有什麼問題啊? 既然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那她在香港籌污 那些人去台灣讀書 好像北京都有很多 掌握金去台灣讀書啊 你就說她非法去 去煽動人家去台灣讀書 來反對香港政府 這些判詞 你越看越奇怪的 好像就說 黎智英就將《蘋果日報》 向這個科學園投這塊地 然後呢 在裡面有一家公司 力高公司 是用來幫助《蘋果日報》一切的運行 那她說這個力高公司 是這個 這個詐騙政府 都是幾百萬而已 而且那個官判店說 因為它是傳媒大客 他們 科學園有巡這個《蘋果日報》 你高公司 你業主人不出聲 那有什麼問題啊 那就是說你密認 你不可以用你自己的想法就說 喂 她是傳媒大客 所以她不告 哇 你以後 你可不可以說 因為什麼什麼 警察不敢告你 喂 這樣的判詞都可以出來的 哇 令人家嘩然 另外 我當時是有司法科學這件事的 我說 喂 民事 因為欠租務化或者其他東西 都是民事來解決 一直以來行之有效 從來不會用刑事的 為什麼會用民事呢? 當時的法庭 就連到我去抗辯了 都不用了 由法官自己說 她說你沒有證據啊 沒有這個怎樣啊 所以判你輸 但是她知道 如果判我輸 如果還要判我中廢呢 她整個社會會挖延的 歐美國家會說的 所以她就免我中廢 那些左派說我跌倒 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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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說不是我跌倒 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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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你可不可以再判我要給糖費呢? 因為我那個抗辯詞寫得很好 我說全香港多少人違反了地契 違反了地契你就說是詐騙政府 喇 余景灣本來是一個用來作度假用的地方 那個地契規到明是用來作度假的地方 你如景灣 因為財洪世大呀 又滙豐銀行呀 又成呀 又這個聯交所呀 所有的行政會議成員 你就當看不到 它可以將度假的地方來改成豪宅 賺壓了政府多少百億甚至一千億的利潤 你為什麼不出聲呢? 另外有無數的工廠大壓都已經是改了地契 現在的工廠大壓全部用來作寫字樓 或者用來作這個這個什麼倉啊那些 喂 那為什麼不去告呢?財街財地呀 都有人去違法的呀 你們看一看 寫字樓前面的水牌 一間公司是掛了很多水牌的 當它租的時候它肯定是用一間公司去和業主司合同 然後它想一下 喂 我賣銀 咦?我賣鋁好賺點 我又開一間公司賣鋁 因為它們一間一間一間公司 有什麼事不可以連累一間總公司 好像這個董建文 梅花那個公司掛了幾十個牌的 因為做船務一定是這樣 一艘船一間公司 萬一這艘船在外國有什麼事發生了官非 那它那間有限公司就最多拼了我的船 不會牽連到我其他的船 這個是正式正常大家生意的想法 為什麼黎智英掛多個牌 你去告他炸政府幾百萬 是五年零九個月還要賠 就說它騙了三百萬個租金 喂 這麼多十年都是三百萬 其他的大賊又怎麼樣? 你今天的香港法律變成 洩歐者核 洩歐者核 洩國者核 這個道理就是大賊就放 小賊就殺 這樣的法律 今天香港就盛行這個法律了 所以 因為沒有傳媒監視嘛 誰賣掉就剷誰的嘛 好像《明報》這樣 有人登一登 立刻就逼《明報》 要不准我們阿豪哥再登 這個沒有了傳媒的監視政府 在立法會也沒有監視政府 香港只有越來越低 越來越墮落 成為中國省內一個地方 這個真是十分之悲慘的 你經常說 現在習主席 一直以發展經濟為目的 你怎麼發展經濟呢? 因為大家都不相信大陸裡面的法律 就通常都會在香港撤一間公司 然後再由這間公司進去大陸 所有外商 現在看到你這樣的法律 都害怕了 還誰去投資? 台灣的商人一直是撤走了 你 要有完善的法律 人家知道值得投資嘛 好像今天的台灣 為什麼全世界的人都來到 要去幫台灣 如果中共打台灣我們會幫 為什麼? 因為台灣自強不適 有一個台積電護國神山在台灣 因為全世界的東西都要靠台積電 好像汽車 尤其現在那些電動車 以前一輛汽車只不過兩三個晶片 現在一個電動車 甚至日後是自動駕駛的 是講幾百粒這些晶片 而這些晶片不是普通 是十七毫米以上可以應付到的 現在台積電是兩毫米 一可以發展三毫米 所以今天你會看看蘋果 為什麼會連年都會更新呢? 因為台積電的幫助 所以這個護國神山你沒有辦法的 西瓜向大邊 所有人好像以前台積電說 我走去西門子求拿單 我飛幾十幾個小時 去到西門子坐在門口 半個小時被人趕走 見都不見 今天怎麼樣? 今天德國總理飛來台灣 要求台灣 麻煩你分一些這個晶片給我們 不是我們的汽車事業死了 日本也一樣 所有人都為了台灣的晶片 不可以陷入 由共產黨捏著喉嚨 給你就給 不給你就不給 這樣 所以大家就會來 揭力的保衛台灣 所以這個就是 所以台灣叫台積戰動 護國神山 就說一個國家 是不是可以為了錢 不理國民的感受呢? 中共一直說 台灣是中國一個不可分裂的省 好了 我想請問你 如果一個國家裡面的省和省 輸出的東西 是不是要打稅啊? 喂 你呀 台灣的東西 你要批文 批文呢 就是所謂批准你入口的東西 那大家要去找關係 來拿批文 而且呢 入口呢 又打稅喔 那些稅呢 比其他的有 好像巴基斯坦 西州的稅還要高 那就是說 台灣 當它向前看的時候 向淺看的時候 它就說台灣 不是中國的一個省 台灣呢 我要抄稅 我要成 所以它不是我中國的一個地方 如果你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 那你不要收稅啊 什麼都不要啊 雖然它說 台灣都收我的稅啊 喂 人家怎麼做 是人家不明白你嘛 你認別人 你就不應該收稅了嘛 這個是很簡單的道理來的嘛 你連到這個你都不行 還有啊 它經常說蔡英文 不肯行 不承認九二共識 我現在讀一讀九二共識 整個文件給大家聽 兩岸二地 以一個中國為原則 各自表純 求同存異 在求同存異的同時 容忍異的存在 中國有沒有做到啊 自己首先是破壞了九二共識 第一 那奧運會 是一個不講政治的運動會 而中共一定要用中華台北 不准用中華民國的名譽去參加 那九二共識嗎 另外還有啊 一樣最令人憤怒的地方就是西衛 那西衛就說 如果哪個地方有瘟疫啊 或者有什麼事 世界衛生組織就會來協助那個地方 喂 台灣啊 連觀察員的身份 它都不給 就是說你台灣有什麼事 你死你的事 這樣啊 你九二共識 哪個破壞了九二共識啊 這個就好 大家應該要告訴那些粉紅 哪個破壞了九二共識啊 不是蔡英文啊 是你自己破壞了九二共識啊 在國際間到處打壓台灣 不承認台灣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你自己就可以嗎 人家動了你就說人家破壞九二共識 這樣你說誰對誰不對嗎 大家會看得很清晰的 好了 講完這個台灣和中共的問題 那我就講一下這個氣球的問題 就是了 我們叫氣球它叫氣艇 那當日呢 北京朋友就告訴我 這個氣艇呢 就在湖南 一間蘇維埃兵工廠製造 然後呢 就交到去海南 那裡有一個專門發射氣球啊 什麼的部隊去發射的 好 你可以說一間公司借買了這個氣球 借部隊發射 用來測驗空氣流啊 還有那個太陽光啊 用來測驗空氣的 好 既然你的氣球是有 你的行蹤是和地面有聯絡的嘛 而且你每天都是人造衛星 一直在環繞著地球嘛 你環繞著衛星 看到這個氣球 離開了軌跡 趨去別人的地方 別人的領空 你是不是要通知別人啊 好像你家裡 好像我的貓 走 離開 因為我知道我就會向他隔離走 如果你看到他媽媽告訴我啊 我捉了 麻煩你啊 對不起啊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啊 中國外交部完全失了常態啊 連這個都不會做啊 到今天為止 都不能夠告訴大家 誰是密主啊 你說是私人公司啊 你說密主給我們聽啊 我們打了氣球 我還給他 沒有 就是在街上 喂 我不見了那個錢包啊 你們看到你還給我啊 喂 起碼有個人出來說自己是那個錢包的 那個密主嘛 你今天都沒有辦法說到 誰是密主啊 我現在美國把這個氣球來解剖啊 因為你連密主都沒有 誰啊 你自己也不承認 中華人共和國也不承認 是政府的 軍方也不承認的 那誰啊 既然是無主顧人 那我就拿出來解剖啊 你自己那個外交部 是做得很差很差 真的跟以前我們周總理那個外交手段 完全是不同 這次出了事 大家很驚慌的 不知道應該怎麼做啊 只是罵人 喂 你不可以拆我的氣球啊 你不可以拿我的財產 那這個財產是誰啊 不是你啊 你人民政府也不是屬於你 軍方也不是屬於你 那沒有人承認的事情 是不是我可以處理的 就是有人在街上收到錢包 交給警察 警察沒有人承認 就是60天後 給回收到那個了 這個是國際的慣例來的嘛 麻煩你不要在那裡鬧三鬧四了 找一個什麼人出來背鍋 說這個氣球是屬於我的 是我私人的財產 麻煩你還給我 你不要解剖了 這個是最正常的外交手段 還有從這個 要用氣球來測驗地面的情形 還有地面那些軍事建築物 即是證明 中國的人造衛星是十分之差的 因為現在全世界好像俄烏戰爭 這個烏克蘭那個長城炮 一打出去打中那個坦克 都人造衛星拍得很清楚 你連這些技術都沒有 你經常說自己怎樣 泱泱泰國 強國 即是證明你那個人造衛星 是不行的了 還要找古代時候 那些氣球來補助你的偵測 這一種他自己就把自己的短處 把自己的肚皮挖出來給人家看 就說自己無能了 因為你都知道了 蘇聯當日今天 蘇聯在烏克蘭打仗就知道了 蘇聯說自己的武器怎麼厲害啊 S-40啊 怎樣防空啊怎樣的 但是被人家S-40都打到一塌糊塗啊 完全沒有抵抗的能力 在這個問題 大家會想一下 S-40都被人打到不動都不可以動 另外中共的軍隊 我今天又講一下 中共為什麼容許兩胎三胎 現在還說未結婚可以生兒子 鼓勵大家雜交啦 因為人口一直下跌 為什麼呢 大家要想一下想 如果人口一直下跌 以前古代的戰爭 你打我打你 一定是把人家的藍兵 消滅 讓他人口一直降低下來 沒有辦法去發生戰爭的了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因為中共為什麼要一胎變兩胎呢 就是2017年 在蘇丹一役 維和部隊 在蘇丹怎樣抒發 2012年6月左右 2017年6月左右 中國呢 就有4000維和部隊 在蘇丹首都 在蘇丹首都 在蘇丹那裡 就來到保護那些難民 好了 有一晚 這個 反對派的遊擊隊 就去攻佔 去打這個 蘇丹那些難民 當時的維和部隊 一聽到槍炮聲 就走到去 鬆逼美國的那個 維和部隊那裡 要求被護 維落了大批的武器 有直升機啊 迫力炮啊 重型武器啊 坦克 喊發難都被 這個遊擊隊俘虜了 所以 現在你在聯合國 我看過一部雜誌 就有提出這件事了 那當時呢 這幫解放軍 就回到國內 去受了這個軍事法庭的審判 他們說什麼啊 他說因為我們國家 那些維和部隊 是很守紀錄 因為 天天都不可以出去 或者嫖妓啊 好像美國那些啊 酒吧那些沒有的 所以他們呢 只能夠 在軍營裏面自動 所以就沒有精神去打仗了 哇 當時軍隊聽到眼睛都光了 你這樣辯論 他不能夠不承認 所以後來就再排到4000女兵 到蘇丹 我們叫她做維安兵 那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而且他們還說 我們每一個解放軍 在軍事法庭說 因為我們是獨生子 我們如果死了 我們兩家人 男女家人 就會變成這個絕種的了 所以大家一聽到打仗 就縮起來了 走的了 就是為了要保存生命 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哇 北京聽到 知道這個是嚴重的問題 以後對國防很大影響 所以就准生兩個兒子 現在這次的人口調查 還跌了 所以為了要保存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的兵力 所以現在就說 喂 未婚都給你們生孩子 你們可以亂搞男女關係 在中國的刑法裡面 亂搞男女關係 是刑事的 最高可以判死刑 否則就要坐牢 因為好像朱德的孫 朱德大元帥的孫 因為搞男女關係 都被槍斃的 你想一下 這條是一個中國很嚴厲的法律 另外 再講一個故事給你們聽 你們會想一下 笑到你傻的 當日中國的簽神 為了要推銷市場 就派出五架軍機 到泰國去表演 去到泰國的時候 一升空 人家泰國也派出五架軍機 你和你在這裡表演 因為你要推銷 你當然要 人家上到天空 那些雷達一鎖就鎖死了你 他連人家在哪裡都不知道 所以五比零大敗 再跟著 就去印尼 也是這樣表演 也是升空之後 被人家鎖死了 都不知道人家在哪裡 所以簽神一直是沒有辦法推銷 最後 就來日來 就買了二十幾架簽神 誰不知 一去到 那些司機 那些機師一上去 都不知道他怎樣 就失事了六架 嚇到來日來 將那些中國的簽神 去完遊樂場 給那些小孩子玩 現在在 拉高士那裡 這個首都那裡 你去遊樂場 你會看到 簽神在那裡 被小孩子當兒童玩具 好了 我今天講的事情 講得太多了 再見 了